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路易十四在位的時間很長 到1715年結束 他的孫路易十五繼位 路易十五將凡以蔡公大事確見 始終包括了歌劇院 到他的兒子路易十六繼位 繼續為這座華麗的皇宮 作最後修飾 彰顯法國的繁榮興盛 繁爾蔡公的豪華確是驚人 可以說是極盡奢華之能事 請來的是最頂尖的藝術家和工長 用的是最好的材料 法國是當時世界的超級大國 路易十四的目的 是顯示自己的世界地位 位於世界之間 路易十四去世之前五年 皇家禮拜堂落成 裏面間隔分明 皇族則是一樓 地位較低的在下層 國王則在他的私人樓座望眉窄 還可以直通到皇族的居室 其最豪華的大廳 是以奧林匹之山諸神作為主題 當然還有阿波羅 太陽神 因為路易自比於太陽神 而他的皇座 是用疾心銀造成 高度達到2.6米 皇族 黃旗 帆爾賽宮最美的地方 毫無疑問是這個鏡廳 十七具具型窗 反應度十七塊同樣很大的鏡 当时的太阳国王用光线来施发出 当然有改良的玻璃制造技术帮助 路易十四选择了在巴黎的外围这个地方 兴建他的皇宫 他叫全国的贵族来这里陪伴他 其实是软禁他们和监视他们 他很狡猾 也很聪明 不过他们都有特业 就是周围工壮礼的景色 在这些花园里面 经常举行各种娱乐 好像化妆舞会 杂洒表演 花蕾舞 还有歌剧 有很多为皇室创作的作曲家 好像拉幕 女尼 富普兰 他们的音乐启发了 19、20世纪作曲家的创作灵感 凡尼蔡公竟然奇迹地捱过法国大革命 不过由于他是穷契极致的象征 不可以再用来做皇宫 1837年就成为了记录法国光辉的放命馆 令革命党和保皇党都感到满意 每年都会有几百万名游客 来这里参观凡尔蔡公 他是法国第一大旅游热点 是路易十四在1664年下令兴建 在他周围的地区和公园都很吸引 无论旅游算有多少都要到此一游 一干 axter周围的产生 一干 槽 一干 плč 一干 绝对 一干 十三 二干 está 参观 一干 中国人也罢了